早上酒 昨天晚上大概只睡了三个小时 今天按照天气预报来讲 应该是一个比较晴的晴天 中午出去吃饭的时候 眼看着就要下雨了 我就觉得这个天气有问题 肯定最近中了 某种邪 邪恶的邪 说来也巧,昨天晚上 做这个游戏机体验视频的时候呢 就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意外 而且发生的特别突然 我们家现在呢,其实是地毯 地毯的话呢 虽然说脏了一些 但是,不管什么东西 掉下来的话 应该不至于摔得特别惨 所以昨天中了邪 而且特别影响心情 各位观众 在我面前是我的 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 它的屏幕已经裂掉了 上面充满了划痕 不知道为什么它可以把这个地方完全摔得裂 我真的不理解 心很痛 本来说呢,用一段时间 以后哪天缺钱了 就把它卖了 还能值点钱 这个屏幕咔嚓一碎 碎得这么诡异 让我昨天在做视频的时候 其实心情特别沉重 但是好在是 我在上面呢 在摔之前贴了一层钢化膜 或者说是玻璃膜 这一个坏的地方呢 应该是整个钢化膜坏掉了 对于从来在手机上不贴膜的我 走了狗屎院 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宣布 我损失了一张膜钱 但好处是 我还要全新的一套 但是舍不得用 我等那一套 彻底烂完之后呢再用 所以这套我就先存着 幸亏当时买了两套 就这么接手 这个是送的其实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既然今天收到游戏机 那就必须收下去了 座面前呢 这是XBOX ONE X 昨天晚上刚买了 运行了一下 效能呢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今天呢 我主要是要做的事情 是把这个主机呢 跟我的PC端 对比一下 跟这个外星人 这个配置 大概是啊 这个GTX1080 然后i7 6700K 也是一个专门玩游戏的一个配置 然后就这样一个主机 很多人很提倡 和XBOX ONE X 它是两者有没有冲突呢 首先 我要带大家去一个地方 然后首先 让大家了解一下 现在这个游戏电脑的一些 这个市场价 大概多少 让我们出去透透气吧 Let's go OK在我手中呢 是我这亚马逊的一个支票 今天呢 准备把它顺便存了 昨天因为我们家这个邮箱 已经被盗了 就是发现被盗了 其实按理说呢 昨天应该还有一张这样的东西 所以本来是今天打算呢 两张一起过来存 现在只能存一张 三四年前的时候呢 我是自己呢 组装了一台游戏PC 当时就是用的市面上最流行的 这个CPU啊 显卡啊 包括内存条 还有硬盘 你看 十过境先呢 今天 在这个店里面 这个店呢 装修完之后呢 有了一个游戏区 带大家呢 在这游戏区看一下 它这游戏电脑到底多贵 先给大家一个概念 可以看到这边是华硕的 OK 然后这些呢 都不是游戏电脑 往里面走一个地方 好 这个就厉害了啊 旁边这个是惠普的 叫Omen 然后这是惠普的一个游戏区 然后我们去看看它电脑的配置 这个啊 这个主机啊 这个地方呢 是2299 这是税前 i7 7700 16GB 2TB硬盘 256GB的一个SSD 最关键是它显卡是1070 大家记住 1070 它卖到2299 税后的话大概是2600加币 然后这是一个 就这样的一个品牌机 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非常不错 专门为游戏玩家准备 这个没有标价 不用怕 这很漂亮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呢 就相对来说便宜的多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配置呢 是i7 7700的没有K 然后显卡就1060 然后内存是12GB 它这个有点奇葩 但是价格呢便宜的很多 但是税后呢 依旧是1800到1900左右 光是这个主机 这个主机的配置说实话 挺一般的 这边呢就是这个 联想的 不是这个 Acer的一个电脑 大家仔细看一下 这也是游戏笔记本 1599 我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已经非常非常的划算了 之前 1599 买的都是商用本的价格 现在直接游戏本 所以呢游戏发展 其实特别快 但是我依旧要跟大家说 游戏电脑不便宜 过来看这个 然后来到这个Acer的这个游戏主机去啊 非常的悲剧的事情 这个价格呢 只是这个旁边的显示器 大家看这个 玩PC游戏的显示器 都可以卖到 税前899 税后1100多 光一个显示器还是24寸的 但是它是高动态啊 接下来呢 就今天的重点呢 我非常期待说这个 因为我就用了这个啊 欢迎来到戴尔官方的这个 外星人展区 Aurora 看看这个配置啊 i7 7700 卖到1999 这个价格大家有个概念 买到的话2300加币左右 税12%的税 然后再加一些乱回收啊 什么什么 就平均现在 一个品牌机的话 你想玩游戏 光游戏主机呢 你大概要花的 在这个范围区间是 1600到2500 这个区间 算是一个主流配置 我在找 这边有没有一个 比较高端的啊 说到今天的重点 花2000加币之后呢 你要买一个 稍微不错的显示器 同样呢 你用这个游戏主机的话 同样也要配显示器 这个就不说了 但是 你又要配什么呢 电脑要配这个 游戏鼠标 游戏键盘等等 大家看看游戏鼠标 跟键盘加起来多少钱 OK 一个标准的 游戏玩家的话 标准啊 可能会用到一个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鼠标 大概是69 税后80 我呢 是用的是G903 这个卖的稍微贵点 179 我靠179 好像减价了 我靠我之前买好贵 然后呢 一款普通的键盘 来看一下均价 有200的 有180的 最便宜的这块 可能也就139 税后呢160 还有 鼠标键盘加起来 大概也要将近300加币 如果就是 用好一点的话 一般的话 200加币全部搞定 大家记住这个数啊 当然了我们 为了对比今天的主题呢 我们试想一下 不要这些东西 只要有一个手柄 会怎么样 那就是 其实PC端呢 也可以用XBOX ONE的手柄 用Windows的这个专用版 所以 这个咱就先不算它的价格 OK 这边呢 我刚才逛了一下 因为Bite Spy 其实它不是一个 在店内会陈列出一些 非常高端的产品的 所以我这边看到 比较牛逼的就是 2299 大概2500左右 但它显卡依旧是 1070 1070呢 属于现在 加拿大主流的 2017年 此时此刻 给大家看看最牛逼的一个 这个是这边唯一一款 卖到3499 税后将近4000加币的 一个玩家国度 它是一个最新的 最牛的地方在于 它这上面呢 是1080的显卡 就存在这个上面 这是一个很夸张的配置 3499 税后3800 Let's go 接下来呢 就是今天的重点 因为我今天 要跟大家讲的机器呢 就是 Xbox One X 也是微卫 刚刚推出的游戏主机 这边已经有了 我先直接跟大家说价格 OK 这样看的脸比较亮 价格呢 是599 然后税后呢 是680 680 就是这个数啊 它已经包括了 这个主机 电源 还增加了 游戏手柄 就操纵也有了 此时此刻 只需要配一台能用的电视 或者电视收出 基本上就可以了 就大概花费呢 要比主机平均便宜一个 1000到2000加币 这个样子 但是呢 同样在Steam上的游戏呢 PC端的话 一个也是五六十 像这个 举个例子 这边随便一个游戏 也卖到40 最新的也卖到90块 大概就是税后 游戏呢 打个平手 关键的问题就来了 如果我们把这个游戏主机 跟这个电脑对比起来的话 运行效能 如果我们真的拿它 当作游戏机的话 哪个更划算呢 今天我们要解开这个问题 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一个额外的 这个 OK 现在回到家中呢 跟大家说一下 我的电脑配置 让大家感受一下 可能这个价位是多少的 这台电脑呢 是去年年末打折的时候买的 它的配置呢 跟今天店里看到的 主要区别呢 就在于它这个 CPU呢 是i6700K 然后但是显卡是GTX1080 此时此刻 现场的这个 就是现在的这个估价呢 大概是大概在2600到2700加币左右 所以 大家 就 当它是2700加币好了 然后这个面前呢 放置的就是 Xbox One X 然后它这个配置呢 其实就是 CPU呢 是一个8核处理器 大概是2.3Ghz的 显存就厉害了 是12GB的显存 然后AMD的显卡 然后它的整体运算性能呢 大概在6T float 这个可能什么都说明不了 然后呢 我就想知道的是 它的游戏性能如何 然后 我在网上找了一份清单 在这份清单里呢 是描述的是 一些现在现有的游戏 针对这款这个游戏主机 进行了一个优化的进程 有的是已经 好了 有的是还没有 然后在这边呢 有个游戏叫做 Ghost Recon Wildlands 它已经支持了4K 跟HDR 然后呢 我正好有信 是有这个游戏的 所以 我真的简单的试了一下 Ghost Recon 大家现在看到呢 其实就是这个游戏的 实际 运行画面 然后给我的这种感觉呢 就是 画质相当的有异 跟电脑端比起来 差别 更加清晰一点 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然我看能不能上车 OK开车走了 OK 全部上车 看这个画面 这风 可是感觉 现在可能这帧率啊 可能就是 30 到60之间 它不会是完全60 整理画面效果相当棒 那个细节也非常的好 画面上不说 但是大家仔细要看一下 这是我觉得它 有一点点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 手柄的延迟 当 我移动的时候 它的指令呢 是稍微慢那么一丁点的 就感觉说 你要预判一下 那个 零点 几秒的那个 就是延迟 这个是 无线手柄 没有办法 它 可能就是这个缺点 让我总觉得 这次 Xbox One X 也没有说 进行一个非常大的改进 但是 我要跟大家强调的是 这游戏画面 效果显示的 非常的棒 OK 这是 一个简单的游戏演示 因为我本身呢 是一直用这个 外星的电脑 近期如果玩游戏的话 基本上都用它 因为它本身的价格 对于这个游戏的运行 这个感受 我是觉得 不如Xbox One X 尤其在性价比上 我其实在这个电脑端呢 也就是 接触过几个游戏 然后我两者 对比了一下 就是 有时候 一边用电视 一边用PC 然后给我的感觉就是 有的时候 在4K模式下 我这电脑端是卡的 此时此刻 我在这个电视上 没有试过4K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边设置的时候 可以看到分辨率 我选择4K UHD的时候 他告诉我 不奏效 您的电视机 是支持4K的 对我这是4K电视 但是不支持60Hz 当这句话出来的时候 我会突然间觉得 Xbox One X 这个机能的强大 因为走的是 4K60帧每秒 我知道 不可能所有的游戏呢 都会优化到那个程度 多多少少会有个浮动 但它要求最低限制是60Hz 所以呢 在这里 如果你真的拥有了这个Xbox One X 你想享受到4K的 真正的4K原生 这个游戏内容 你需要一台非常高质量的4K电视 而且至少支持60Hz 这个刷新率 所以我这个电视呢 就悲剧了 毕竟是4K电视机当中的一个低端 但是我在当中呢 我试完过1080p 比如说我之前有试过这个 Battlefield 1 在这个游戏上的一个演示 然后它呢 虽然说在这个游戏优化上 还没有达到一个 说我已经对4K HDR进行优化了 但是实际游戏这个顺畅度呢 特别高的 就是你可以明显感觉到它那画面特别的顺 有的时候甚至跟PC没什么两样 PC的话它可以无限的高 但画质 给我一种感觉就是 在1080p模式下 反而看起来更加清晰了 有可能是以4K然后缩到1080p OK开始 看这画面 画面非常的顺 我个人感觉超过60帧每秒 然后这是1080p的 然后 哎呀极度顺 极度顺滑 好 浅过去直接搞定它 之前有玩过这个游戏 直接捅掉 看这画面的顺滑度真的不错 甚至有时候太顺滑了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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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定 然后我感觉真的是跟电脑没有什么区别 甚至有的时候比电脑还要顺 就是我不太满意的地方 依旧是这个无线手柄在玩的时候呢 总是能够感觉到一点延时 比如设计游戏 会影响到 如果你再玩赛车游戏的话 就那稍微 那一延时 因为我们要在高速的情况下呢 判断这个怎么拐 是不是 就有点不妥 然后电脑端呢 是没有这种延时的现象的 毕竟连的是这个有线的这个鼠标 键盘有线的这个游戏手笔 这一天的这个对比 我跟大家得出一个结论 真的是 电脑游戏主机呢 很多人买它 我相信是就是纯粹去玩游戏的 就为了游戏而买这些 甚至买一个电竞椅之类的 这个花费呢 大概真的高端玩家的话 它是没有上限的 但对于我们平均来讲呢 就是今天我说的价格 大概是Xbox One X 三到四倍的价格 但是如果真从游戏体验上来讲呢 这小小一台 我真的觉得完全胜任 现在很多游戏的试玩了 如果你大家能够适应这个 就是手柄操作的话 当然我知道 为了它可能支持这游戏 这个鼠标跟键盘 但一旦支持的话 就跟PC端在游戏方面 拉近了很多距离 绝对不能否认这个电脑呢 其实在这个日常应用上 比如说影音边际 它的综合能力是相当强大的 要远远比这个Xbox One X 要强大的多 如果单纯从游戏方面的话 我个人觉得已经可以下定论 就是这个游戏主机呢 已经可以替代这个超高性能的游戏 就是电脑游戏主机的那一部分了 而且大家可以对比这个体积 用这么小 然后换取那么大一个 这有的时候 真的没法说 它的存在呢 总是那么让人纠结 你说有 不好的地方呢 它又这么强大 然后后来我在网上也看过 很多这个 实际游戏画面对比 很神奇的地方是 Xbox One X 在某些游戏情况下 甚至要比PC和 PlayStation 4 Pro 就是之前那个 性能最强的游戏主机 画质更好 它就很神奇很诡异的 展现得更好 更流畅 但电脑的配置又比它强大 这个是我们以后要研究的地方 今天都跟大家结论就是 我真的觉得Xbox One X 在玩游戏方面 从性能这个角度考虑的话 它是性价比现在最高的 一个游戏装备 性价比最高的 因为大家要知道呢 这个主机加手柄 全部的价格 只有这个外星人电脑当中 那一块显卡 在那里面有一块显卡 可能就它一半的价格 一半的价格 啊 没得选 很难选 是不是 但似乎 又非常清晰了 所以呢 在购买完Xbox One X之后 就萌生出一个坚定的想法 我 必须把这个卖掉 我在今天下午呢 把这个Xbox One S S 登到了网上 并且准备附送它 然后我希望呢 近期跟它告别 因为它存在呢 已经 没有太大意义了 更新换蛋的时刻 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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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